LAYO 了世紀天天入星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葡萄奧倫對上賽爾特人 日常比賽是天梯的哈爾普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出生點位 6點鐘房下的葡萄奧倫HERA 那這邊葡萄奧倫呢 是擁有所有的黃金冰 都是八折優惠 包括這個森旅 那葡萄奧倫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火炮跟火槍 都點下火神槍之後 就可以獲得彈道學的效果 包含這個寶兵單位 那葡萄奧倫他的開局也比較特別 他一開始吃果子 也可以慢慢產生木頭 所以他前期的兼具運作是非常好的 所以葡萄奧倫在我心不懂是T1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YO這個文明的特性 YO出生待於12點鐘方向 他的工程器的工程速度是非常快的 不管是要除了弩炮、投車、衝車、攻擊速度之快之外 點下金罐可以讓這個工程器的血量大幅提升 那賽特人的步兵是移動速度最快的文明 不管你要出劍勇或是槍 移動速度特別快的 那他的遊翔雖然是有的 但是沒有品種也沒有三級馬卡 所以他也被稱為殘廢遊翔 最慘的那種 那他也有大落馬 但一樣很可惜沒有品種跟馬卡的問題 所以只能算是堪用 那賽特人的工兵路線呢 其實封建時代跟城堡時代很適合打工兵 因為木頭的採集效率是非常快的關係 所以走馬攻路線或是二級色 這個工兵路線 城堡時代是ok的 但到帝王時代沒有母子虎也沒安神戰術 也沒三級色 可能越打越差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現在這個地圖看起來 娃娃地圖是比較炸裂式的 這個高地居然在黃金的正前方 所以娃娃待會要圍架的話 可能還是要把這個高地圍起來 甚至要這樣子往外圍 不然就是要直接圍 然後把這個高地直接圍到底 不然就只能小圍了 那小圍的部分也只能這樣子圍 圍個差不多 這樣子圍 超級小圍 但是看起來小圍的話 還不如就直接大圍就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Hera Hera這邊的黃金也是一樣的狀況 但這個黃金狀況甚至比YO還要更慘 但是他的好消息是 主金在後面相當舒服 但是後期呢 這個黃金瘋狂狂是被控住了 就完蛋了 而且他的木頭也是非常奇怪的 就只有這片木頸可以用 要是這個木頸要被人家插個劍塔 基本上就有大概一半左右就不能踩 所以Hera這邊的木頸是非常赖的 YO至少還有兩個木頸可以選擇 OK那現在可以看到兩邊點下的封建時代 那這裡又有人在偷支部了嗎 來看看 YO沒有偷支部 但是Hera果然是偷了一個支部 看一下這個秒數我就覺得不正常 Hera這邊也補下了軍營 兩邊封建時代算是要打一個前壓 YO這邊是走棒棒開局 那這個棒棒開局呢 封建時代開始才會移動速度的加成的關係 所以現在黑暗時代出門 暫時只是沒有任何的特殊能力 但封建時代不一樣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邊速度 好 提升到1.03 直接變成1.03 這依未走比村民跑得還要再更快很多 好 這邊稍微微一下木牆 阻止一下 好 成功的讓牌就蓋好 好 那YO這邊重點應該是要控果子 因為葡萄控果子的經濟加成非常多 如果能控到果子的村民 呃 還不錯 好 那現在YO兩棒棒 Solo 然後轉槍兵 那會轉攻兵嗎 OK 轉攻兵了 棒棒轉攻 好 當然這個棒棒被抓掉了 攻王會直接硬插啊 好 這個棒棒全部卡掉 好 射箭場也補下了 自然YO射箭場也補了之後 待會毛兵啊 攻兵 都可以反制一下 那這邊YO應該是會出攻兵 HERA這邊是出毛兵的機率會更高一些了 因為現在皇家還沒有開始 哇 先出個毛兵擋一下 那待會就可以考慮雙射箭場 量產工兵喔 就會非常便宜喔 封箭時代開始喔 就可以獲得這個黃金八折的優惠 所以單純打工兵來看 YO這邊可能會有點劣勢喔 所以待會轉毛兵的話 可能會對自己的經濟優勢的拉配會更好一點 好 那如果想要快速升上去的話 毛病也不是按太多 所以現在YO還在思考 到底要怎麼轉兵喔 還是要先去偵查一下 也是個問題 現在工兵開的問題喔 只要落馬送掉之後 就是完全是未知的事件 對方在幹嘛都不知道 所以現在最好是補個箭塔 哇 果然這個基因正是太難受了 YO補了個箭塔防守 好 那前期有蓋這個箭塔 金礦應該是能稍微守住的 那這個箭塔能夠蓋好嗎 好像有點蓋到左邊的血流 趕快拉更多心理來蓋 OK 箭塔蓋好 毛兵出來可以控制這邊的工兵 不要讓這型工兵在箭塔上面 繼續控制黃金喔 好 那現在落馬 現在三隻繼續繞 這邊要上了啦 但是有一隻槍兵 槍兵被射倒 後面就有危險 這一波要看一下囉 唉唷 直接上來先打工兵 但是 黃金 雖然沒被控 但是果子卻被控了 那這裡村民沒有第一時間拉回家 殘血的村民也被拉到了 然後去種個農田 好 YO 這裡 又被抓掉了一隻村民 有點難受 現在槍兵戳到了一下肉馬 然後這波肉馬有一隻殘血的 但是 YO 好像搞定了 這一波全部收掉 槍兵 烈的大功 戳掉了三隻馬 好 HERA這一波還是有做到事情 現在轉出了輪軸技術 OK 果然轉下了雙射箭場 那雙射箭場現在又有折迫優勢 這樣就不會消耗太多的肉 待會生死蛋也會非常迅速 好 第二波來了 那這邊 YO 就要趕快按這個毛兵了 現在對方是雙射箭場 好 自離抓掉這個殘血的弓兵不錯 但是毛兵還在努力的 直接反擊弓兵回去 好 又抓掉了一次弓兵 好 聰明德血量掉的有點快 這裡補了一個市集 準備要來買賣 這把地圖對於 YO來說相當不利 HERA這邊相當舒服 果子可以吃乾淨 壓力也圍的差不多 雙射箭場給壓力 好 過來了 過來了 等一下城堡時代了 19分點城堡時代 現在META則是越打越快 這裡 YO 也通過買賣 買了115 更賣了100木頭 直接換取資源 點到了城堡時代 那現在城堡時代點下待會兩邊 可能會直接 YO轉戰矛 配上騎士 或是配工程器 戰矛配工程器 森旅 也是有這個打法的 說不定會轉出這一類的戰術 那葡萄這邊呢 可能會走一個 弓兵變身轉騎士 弓兵騎士 都來 那這也是城堡時代出奇 最強勢的打法 全黃金兵鴨制 弓兵接騎士 很麻煩的 好 那Hero這邊在屯公兵 在等城堡時代升級好 YO這邊則是轉出了雙射箭鏟 那待會應該是要轉戰矛兵了 好 這邊升級上去 弓兵二級射 好 真矛兵二級射 YO這邊是走防守 好 這邊村民可能會被射 及時拉走 反應速度很快啊 OK 那木序直下上面這裡可以挖 先跑到右邊 這個夢想準備要被射破一個洞 OK 騎士來了 YO的戰矛兵已經升級好 弓兵鎧甲還沒有點 騎士過來先擊火一發 現在騎士有一級馬鎧 稍微能扛下戰矛兵的傷害 那血量已經掉到16C 現在二級的弓兵鎧甲一好 這裡弓兵就不會這麼的好反擊了 好 YO這裡並沒有補馬就 所以現在騎士很難蓋 但是在左邊偷偷蓋了TC出來 想要確保木頭的來源 騎士在上前 但是沒有二級馬鎧 終究還是被逼退了回去 好 現在遇到這個情況 可能要轉個前置BK 工程器製造所 才會比較好 就需要給到更多的壓力 有沒有拉一隻村民來蓋呢 哇 我HERA這裡是沒有打算要前置的 沒有前置BK工程器製造所的話 可能就要補一個TC了 這個再打下去可能會有點危險 唉唷 結果這一波是 YO的戰矛有點危險 微妙微妙微妙 OKOK 還好有一隻槍兵擋在這 這隻騎士還是沒收掉 好 開TC了 不前置就開TC 沒問題 ERA這邊是選擇了 開城鎮中心 YO這邊是用上奧兵 加上修道院 出一個簡單的防守陣 正面的洞還是要再補一下 YO也補下了二級射 二級的伐木技術 伐木技術補下之後 速度 就可以看到支援量採集就會非常快 伐木速度會很快 遊戲裡面最快的伐木速度文明 薩爾特人 右邊稍微微一下 但是不是維持牆 左邊過來 僧侶先到右邊去 好用招想的辦法 聖毛兵稍微過來擋一下 但是騎士直接溜進來 並沒有維持的關係 哇 結果右邊直接被打出了一個大洞 僧侶 一招炸到了一隻騎士 完了完蛋了 哇 這邊防守出現漏洞 好 這邊可以抓幾隻騎士沒問題 現在HERA 騎士繼續按 就可以看到這邊細節 升到二級射之後 還有這個奴兵 弓兵基本上沒什麼在按 反正是狂按騎士的狀態 就是葡萄人最麻煩的地方 他的弓兵跟騎士 承起的速度之快 好 這裡騎士直接硬抓村民 能抓幾隻就抓幾隻 這波騎士進來 就是要來砍村民的 OK 又抓掉了一村 再一村應該還有機會 待會再打個回馬槍 結果左邊又有一坨騎士 又衝了進來 HERA 這一波雙線進攻 打到了很多東西 欸 結果這個騎士在發呆 並沒有看到這邊蓋TC的村民 尷尬了 OK 這裡又抓掉了一村 HERA 這邊有個騎士細血 他這邊出發的時候 是有點異攻的關係 所以砍村民只要四刀 所以這邊擊殺村民書 已經來到了九隻 HERA 這邊村民書 成功反超了對手 好 雙TC對上4TC YO這邊是要農起來了 OK 無情開農 HERA 這邊也補下了耕種技術 跟二級伐木 經濟支援 HERA 這邊領先 兩千二卓的支援量 好 兵力上目前也是可以擰壓對手 那這邊工兵的最要的目標 是要去打掉對方的勝率 騎士要打掉對方的戰毛兵 如果有正面衝突出現的話 這個騎士一定要好好保留住 好 那工兵現在沒有辦法做到太多事情 HERA 這邊拉兩隻騎士 做家裡保守 喔 這邊直接來蓋寶了 但是戰毛兵出來 騎士一離開 戰毛兵就往前走 好 生女過來招響 好 這裡可以招到四隻 騎士沒問題 欸 這個第一時間砍掉了一隻 最後只招 欸 還是招到了四隻騎士 沒錯 但是代價是死了兩隻生女 但這波完全不虧啊 哇 這波招響打得漂亮 好 四隻騎士 血量是滿的 好 那戰毛兵又往前 HERA這波有點尷尬 偏血尿 往前補了一個馬就 但是雙TC打4TC 經濟要是沒有給到對方壓力 脫力的是很多 好 工兵開始往前 數量開始慢慢補了 不到15隻 好 騎士繼續追 戰毛兵一直被 後面的騎士追殺當中 那這一頭工兵看能不能 找個機會回去幫忙 工兵一直沒有辦法輸出 其實滿難受的 好 這裡戰毛兵的數量 被砍到了只剩下11隻的數量 怪獸這邊是繼續按出生女 繼續招響 有差一點被招到 怪獸這邊可以考慮點一下 前程科技 怪獸的生女 雖然是有點多的 好 黑獸補下了一根城堡 這根城堡補下之後 正面的黃金就可以安泰了 黑獸這邊意識到自己的兵力不如人家 趕快先在自己高地補個城堡 開始做防守了 那 黑獸現在有支援量的優勢了 這個伐木速度的優勢 臭民術待會再起來 會開始反超黑獸 就像黑獸也意識到 對方賽特的經濟開始起飛了 4TC經濟是非常快的 好 這邊清洗兵過來 應該可以抓掉一隻生女 第一隻抓掉 第二隻也拿下 頭車砸了一發沒有抓到 後面來砸一個車 攻兵直接躲掉 哇 黑獸這邊 超多細節做得很好 村女全部倒光 哇 這一波生女被砍爛 沒有辦法 黑獸這邊是有轉出清洗兵的關係 所以這一把生女的優勢 開始變得不是那麼的大 那 還是要轉一些生女嗎 還是要轉 欸 轉了什麼 松嵐武士 哇 這邊居然已經點下了帝王時代 哇 很快喔 89村4TC 原來這邊是有斷TC的關係 所以可以看到這邊是TC IDOL 閒置來到了10分半 想說他這個4TC運轉的話 要這麼早生帝王不太可能喔 好 那現在 升到帝王時代要來打松嵐武士了 有啦 這邊則是點了帝王時代 要轉弓兵嗎 轉強弩 那葡萄人打火槍喔 也很適合打松嵐武士喔 畢竟有這個額外增上的效果之外 所以這個步兵單位 那 除了額外增上的單位 在效果之外呢 還有火槍兵的 這個 戰道血 火神槍可以用 如果不走奴兵的話 也可以考慮走火槍 考慮會很適合 好 這一波走進來 戰寶兵走路過來 打了一發 跑掉 現在三級的步兵鎧甲 跟金瑞松嵐武士 都能進行慢慢岩方打中 Hera 現在還擁有 一些支援上的支援優勢 大概2000支援而已 好 光兵過來 嘗試射 戰士彈道血還有30秒 松嵐武士可能要第一波打爆騎士 但騎士直接往後撤 聰明也是往後拉走 Hera 現在在努力的跟對方避戰 因為松嵐武士現在有14點的傷害值 非常高 現在盡肯的收村 可能是最好的選項 好 這一坨千奇兵抓到了後方 戰毛兵落單的一個問題 後面弓兵在等待強弩三級射 好 待會一升好 還有拇指環的優勢 提示就去爭取時間 好 後面現在射松嵐武士傷害就很高了 這一坨肉馬 抓掉了非常多的戰毛兵 白偶也點下了二攻 準備要來打松嵐武士 歐贏一波了嗎 好 直接大包射 高打第一 松嵐武士非常好的傷害值 全部拿下 好 赫拉最後的強弩科技 彈道水跟化水都已經補下了 現在赫拉的弓兵是一級的弓兵鎧甲都沒有 待會弓兵鎧甲也是稍微升級一下會比較好 如果要走強弩路線的話 不管是要走強弩路或是火槍 封兵鎧甲還是要可以提升會比較好 好 那現在YO擁有機動上的優勢了 還有這個造價上的優勢 松嵐武士造價便宜傷害高 移動速度又快 基本上也可以把它當成騎士來用 OKYO現在繼續補松嵐武士 剩下把城堡三個都插在家裡 然後開始編隊起來 全部蓋城堡 好 右兵又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要來控下黃金來源 好 這裡騎士往上 稍微斷下後路 松嵐武士直接尻死了這隻生日 現在松嵐武士的數量 越來越多了 來到了29隻 這邊松嵐武士來不及等三個就開打了嗎 這一波好像有點不太好 左邊的清奇兵成功攔截 這一波YO有點小賺 但正面的部分還算是55開 沒有到非常差也沒到非常虧 經濟資源 還是要確保好痛苦最重要 YO點下了堡壘科技 待會大型建塔 的攻擊速度 這個劍塔或城堡的攻擊速度 應該是城堡而已 城堡跟劍塔都會比較快一點 這個文明雖然有大型劍塔 但由於沒有三級射 所以通常點堡壘技術 只是單純增加城堡的攻擊速度 還讓城堡可以讓步兵自動回血的效果 還補的能力 打松嵐武士確實點個堡壘 才算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HERA這邊三級馬海 超後面第一次努力了 這一波衝得進來了 哇 看抓村民 好 抓掉了幾隻單位 雖然武士在後面繼續狂抓 OKOKOK 嗚 這個 好像 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這一坨強武 還在追 雖然武士想往下走 但是下面其實沒路了 沒有關係 那個是誘爾 正面的戰場好像是在這 右邊已經開始在進攻了 好 我來 娃娃跟HERA 兩邊的城堡在互相對峙 但是娃娃的攻前心 攻擊速度很快喔 這裡城堡 抓松嵐武士 好像要倒光了 之前我觀眾說 其實攻擊速度並沒有增加 所以巨頭 攻擊速度是一樣的 可以看到觀點是10喔 跟0.88 那我們看一下松嵐武士喔 他其實攻擊的 一個間隔秒數也是有的 可以看到這邊是10 還是有點差別的 感覺上松嵐武士加上巨頭 這個打法還是比較 安定一點 之前我觀眾說 這個大衝車配松嵐武士 是比較猛 我也覺得這個比較猛 畢竟 充車呢 是可以增加 松嵐武士的生存能力 在攻城的時候 OK 哇這邊箭矢真是射得很快喔 目前賽特人 巨頭拉走了 動畫技術也補下 印象中 賽特人的巨頭 攻擊速度是不會增加的 他增加的攻擊速度應該是只有 弩炮 重頭跟衝刺喔 巨頭的部分 我印象中是沒有過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待會來比較一下 到底有沒有 增加 攻擊速度 好這邊巨頭 攻擊速度可以看一下 是 10 然後0.88 好這邊也準備要架起來了 那目前可以看到攻擊力 也是10 現在39 這座牆武士算是27 當然我是沒有開打 好 那這樣可以看到 賽特人的攻擊 間隔是8分0.88 所以其實賽特人的巨頭 也是有的 所以真的不是只有 工程器製造所 才擁有 這個攻擊速度的加成 是連巨型頭時機都有 好 這一波 巨頭繼續拆 宋蘭武士一直在原地保護著 也不敢往上去推 這一座強奴 這座強奴數量有45隻 宋蘭武士的數量是非常多 哇 這邊黃金控的很好 Hera這邊黃金開始有點難受了 後面再重新補下一根城堡 右邊的宋蘭武士 偷偷抓Hera的右邊黃金礦 裡面也是有少量宋蘭武士 再繼續騷擾聽鬆 這座強奴過來想要阻止宋蘭武士 OK 現在看起來狀況 會與Hera的手有點難受了 這個城堡一直沒有辦法拿下來 而且宋蘭武士一直往這個石頭礦往前推進 好 現在巨型頭時機重新架起來 宋蘭武士又再次貼到了巨型頭時機的面前 貼完就直接走人 結果人走掉一隻 Hera也不甘示弱 也是準備了一堆肉碼 分後方的城堡陣 直接把這些肉碼打到殘血 但看到後面有巨頭 趕快回頭抓一下 抓到第一台巨頭 第二台也有機會 哇 這一座又串了400斤 那後面這裡有非常多宋蘭武士 想要往後衝 強奴多人要過來 好 這一魂應該有機會包夾掉了 所以我們要不要再穩一下呢 好 看來是故意了 直接射光 應該沒問題 但是後面好像快被突破 房子能蓋得起嗎 沒有辦法 只有宋蘭武士還是成功打破了 這後方的防線 Hera現在有點渾身乏術啊 現在正前方 右邊 到處都有宋蘭武士 好 後方有宋蘭武士也是很麻煩的 好 但這些肉碼溜得很漂亮 把這些宋蘭武士 溜到沒有辦法正常輸出 這部分又再次有大量的宋蘭武士衝過來 Hera現在繼續喘出肉碼 想要稍微擋一下 但現在肉碼只能爭取時間 或是騷擾對手 但YO這邊的 宋蘭武士的防禦陣型 打得很好 三根城堡直接手術了上方正面 右邊有根城堡 整體的防守 我覺得沒什麽太大問題 就算要支援家裡農田 宋蘭武士也可以很快 好 宋蘭武士 最後在後方找到了一些村民 Hera村民宿只剩下94村 YO村民宿則剩下125村 巨型托斯基再次架了起來 應該可以拿下一台 好 第二台也拿下了 現在YO 宋蘭武士加巨頭的攻擊方式 還是可以給到很多的壓力 戰術單純卻有效 這就是宋蘭武士 瘋狂暗的一個套路 好 宋蘭武士稍微 返回拉薩 這裡要存一波兵 左邊的宋蘭武士又在亂串當中 好 後方三個房子 這裡為好 看起來 YO的防守 好吧 Hera的防守做的還是不錯的 YO這麼猛攻 一般人早就已經扛不住了 現在左右兩邊都有收藍武士 真的好麻煩 但是Hera到處都有部署攻兵 其實防守效果還算不錯 右邊這一坨強弩有點危險 但是他放的位置 是放在黃金棒跟彩晃地的中間 所以但是這坨強弩應該是能解到這一波的騷擾 但是又有更多的宋蘭武士從這邊衝了過來 這個黃金看起來是鐵人心要拿下 哇 後方強弩再過來 這邊又有更多的宋蘭武士 唉唷 這一波是怎樣 宋蘭武士狂暴 瘋狗流 出宋蘭武士就對了 出到底 沒有要產兵 那現在要轉兵的話 要轉也是轉頭車 或是要轉這個衝車 不然就是要轉弩炮 好 就散炒一下強弩 不然戰毛兵喔 也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那如果出戰毛兵的話 是完全打不贏Hera的輕騎兵的 所以現在不轉戰毛 反而是繼續用 然後大量黃金出宋蘭武士 但Hera的防守好像做得很好啊 沒什麼損失的感覺 對 這些強弩機射倒了167隻的宋蘭武士 真的是有點猛啊 Hera 真不愧是世界冠軍啊 啊 基本上守成這樣子 好 這一波宋蘭武士 要來直接抓掉巨頭 沒問題 右邊的強弩 開始把飛沃宋蘭武士給逼退回去 接下來我愛要的黃金 好像有點吃緊 這樣就除了太多宋蘭武士了 右邊的黃金趕快挖 好 後面怎麼居然有兩台巨頭 從後面偷拆成的 然後這一波奇襲 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好 雙蘭武士這邊高打敵 防守 但這命又來了 雙蘭武士想要包強弩 但最後沒有打算要包了嗎 不然往後拉了一下 好 那Hera 在後面的輕騎兵呢 也有少量的收藍武士在做防守 現在看起來 Hera 防守暫時沒有問題 但進攻方面如何呢 喔 結果左邊的強弩陣 朱雲被娃娃給抓掉 娃娃現在可以用大量的收藍武士 從左邊進攻了 右邊的強弩要趕快過來回救 哇 這不在亂彈呢 雙蘭武士傷害真的好痛啊 好 這一波 雙蘭武士最後是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啊 剛看到Hera的村民時傷處來到136村 村民處一直只有90 但是Wild黃金也來到了見底 這個巨頭有機會拿下 攻城 完蛋了 這根保掉了 那這邊怎麼守呢 Hera 現在只能用靠這31隻的強弩 去做主要輸出的防守 好 這裡並沒有拉弓兵 反而是這邊直接對A 好 這裡要再次拿下這一坨收藍武士了 OK 守住 但是城堡掉了 現在城堡一動也都沒有了 好 守藍武士 再次過來 但是好像數量不太夠囉 數量增加12隻 但黃金騎士也有400多 Hera 這邊的黃金還有600多 這麼多的松藍武士 居然都被Hera給擋下來了嗎 哇 這一坨也有殺了一百多隻單位的戰機 好 左邊有隻松藍武士 拉了一些強弩過去做處理 Hera 現在要攻城非常困難 只能轉一些兵力 先守住家裡 好 娃娃的黃金 剩下200多塊 再稍微買賣一下 現在兩邊都有一點吸引路焦灼的感覺 好 右側補了一個新的城堡 在黑軟機沒有城堡 可以再繼續客製對方的 城堡的地基 好 守藍武士 這一波 地牢一上 打了就跑 但是右邊又一坨松藍武士 哇 這個真的是松藍武士 A到底 但是Hera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YO拿下比賽這裡 哇 最後YO出了412隻的松藍武士 這個量是有點猛 也可以說是YO只靠了一個關鍵單位 A就完事 賽特人這個松藍武士 確實是有這個強度在 移動速度快 造價又平 傷害又高 雖然防禦沒有到非常高 但至少也有正常的5點遠防 整體來說賽特人 後期如果不打遊俠的話 打這個松藍武士 絕對還是首選 好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資源量 YO是贏了非常多 石頭的話只輸了100 Hera這邊也是蠻厲害的 只用了144隻的弓兵 還可以活到後面還有42隻的強 那其實在後面再打下去的話 其實我覺得Hera也可能不會輸 但是後面這一坨 松藍武士 已經有點防不勝防 所以如果就算繼續打下去的話 可能也是進入後期的焦灼戰 後期大落馬帶出來 Hera可能也是沒那麼好打 但要打是可以 畢竟葡萄人 有這個港灣大長戰 但是Hera中間沒有轉港灣大長戰 就意味著他沒有打算要打後期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不要忘記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